欢迎大家收看突发与现场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习近平对拜登称不只有2027或2035攻台计划引台竞选争议 中国财富管理公司中置面临370亿美元资产缺口 中国将在战后袈裟担任和平维持者 但美国掌握着停火的关键 分析师 南海地区出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美国和菲律宾的一系列活动 世界卫生组织要求中国提供有关为诊断肺炎病例的数据 周大福官方否认家族分裂传言 否认家族长者的采访 请大家收看 习近平对拜登称不只有2027或2035攻台计划引台竞选争议 VOA忠臣方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星期在与美国总统乔拜登 周拜登的旧金山峰会中称 没人告诉他关于中国有在2027年或2035年攻台计划一事 习近平的说法经美国官员透露后在台湾朝野引发争议 白宫资深官员在拜登与习近平会面后说 习近平告诉拜登 他看到美国媒体报道称中国计划在2027或2035年攻打台湾 但事实上并没有所谓的攻台一事 没人跟我说过这事 他说 台湾副总统也是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上周末在台湾云林一个竞选活动中说 习近平在拜习会中否认2027年或2035年有武力攻台计划 显然是打脸国民党 国民党在这场选举中不断造谣 说票投民进党 青年就要上战场 说2024年是战争跟和平的选举 所以习近平的一席话已经证明国民党是在说选举的谎言 赖清德说 他说 无论对岸以任何方式企图干预台湾大选 台湾人民都应该团结一致守护自己的国家和民主 不容外来力量破坏 台湾在野的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 7月在通过提名后说 民进党执政造成两岸兵凶战危 台海被国际认定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 现在还急着把台湾推上兵凶战危的火线 他说 没有和平 一切都是空谈 和平是我们最重要的坚持 避免战争 追求和平是每一个国家领袖最重要的责任 侯友宜强调 我当总统 最重要就是要坚持民主自由 强化国防军备 加强两岸交流 降低两岸冲突 让台湾远离战争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说 口中喊着台独工作者的赖清德要来参选总统 不止台湾 连全世界有人都担忧台湾要陷入战争的风险 国民党的竞选口号包括票投民进党 青年上战场和票投国民党两岸无战场 而民进党则推出票投国民党 台湾变香港的口号予以反击 台湾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陈方瑜告诉美国之音 VOA 习近平公开反驳 2027 2035年两个对台动物时间点的猜测是过去比较少见的情况 但这并不代表什么特别意义 他说自己没听过这个计划 但他自己讲的算不算 再者 没有2027计划 那2026呢 2028呢 这些都只需要听听就好 美中的军队竞争也都会持续下去的 他说 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印太安全项目高级研究员贾科布斯托克斯 Jacobs Stokes 上周在拜习会后发表评论说 两位领导人面对面互动 可以让拜登对习近平 在一系列从台湾到半导体管制等议题上发出阻遏及再保证信号 传达那些信息尤其重要 因为台湾将在1月举行总统选举 美国也将在11月举行总统选举 两场选举都可能刺激美中紧张关系 斯托克斯说 两人面对面交谈 还有一个重要之处 就是让习近平了解美方的想法 因为习近平在中国国内的个人化权威 可能让他在一个信息真空环境里运作 扭曲他对国际事件的理解 针对赖清德以习近平否认 有公台计划的说法来批评在野的国民党说谎 中国国台办称 这是岛内一些人在断章取义 企图淡化台独活动的危害 据台湾中央社 自由时报 联合报等多家媒体报道 中共中央台办 国台办星期二 11月22日傍晚以发言人陈华斌答记者问刑事 对赖清德的说法 做出书面回应 陈华斌说 赖清德等岛内一些人断章取义 炒作媒体所谓 大陆未来数年没有公台计划的报道 企图淡化 否定台独分裂活动的危害性和危险性 洗白旗台独工作者就是麻烦制造者 战争制造者的形象 为继续某毒挑衅制造借口 企图欢笑视听 骗取选票 他还说 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 最敏感的问题 在中美援手旧金山会晤中 习近平详细阐明了中方的原则立场 中方要求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反对台湾独立 停止武装台湾 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支持中国的和平统一 国台办官网在发言人表态专业中 并没有登出这段明文提及公台计划评论 中国财富管理公司中置面临370亿美元资产缺口 日经亚洲 中国财富管理公司中置企业集团透露 由于中国经济放缓和房地产市场低迷 持续影响着该国金融行业 该公司已经严重资不抵债 财务缺口高达2600亿元人民币 367亿美元 中置在给投资者的一封信中表示 其负债为4200亿元至4600亿元人民币 而资产只有2000亿元人民币 其债务和股权投资的价值已经大幅下降 预计只有一部分能够收回 中置是一家私人持有的公司 还涉足煤矿等业务 它持有中国资产管理公司 中融国际信托32.99%的股份 中国将在战后加沙担任和平维持者 但美国掌握着停火的关键 分析师 南华早报 中国可能通过维和任务和经济援助 为加沙的政治和经济重建做出贡献 但与美国相比 中国在达成持久停火方面的影响力有限 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主要力量之一 如果联合国部队部署到加沙 中国将有能力领导维和行动 然而 中国无法阻止以色列同意停火 或决定加沙未来治理的权利 以色列对在加沙部署国际维和部队的计划 持怀疑态度 引用了联合国离巴嫩临时部队UNIFIL 取得的有限进展 以色列认为该部队无能 中国也可能为加沙的经济重建做出贡献 但对政治和身体安全的担忧 可能阻止中国在该地区投资 南海地区出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美国和菲律宾的一系列活动 南华早报 中国本周在南中国海进行了实弹演习 而美国和菲律宾海军 在同一地区进行了联合巡逻 这些演习和巡逻 发生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访问加利福尼亚期间 他在访问期间 讨论了缓解与美国和菲律宾的紧张关系 中国海事局宣布了 禁止进入海南岛附近的区域 中国海军在该地进行了军事训练 和时代射击演习 美菲联合巡逻从菲律宾最北端开始 结束于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专属经济区 世界卫生组织要求中国提供有关 未诊断肺炎病例的数据 金融时报 世界卫生组织 胡已要求中国提供有关儿童呼吸系统疾病增加的信息 在接到Promed关于中国北方出现为诊断肺炎的报告后 胡提出了这一要求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表示 他们正在密切关注儿童医院的拥挤情况 并建议症状较轻的患者前往综合医院和诊所就诊 周大福官方否认家族分裂传言 否认家族长者的采访 南华早报 香港珠宝零售商周大福否认了 关于家族继承计划引发家庭纷争的传言 副主席郑志恒康瑞称Tikin 也是控制地产开发商新世界发展的郑家族成员 他坚决否认了家庭纷争或财产纠纷的传闻 该家族拥有一个估值约为289亿美元的商业帝国 包括珠宝、房地产和能源等利益 纽约法律引发了历史性性虐待索赔的血崩 金融时报 在过去一年里 纽约州已经有近3000起诉讼案件 根据成年幸存者法案Adult Survivors Act提起 该法案暂时终止了历史性虐待受害者 提起民事索赔的诉讼时效 尽管如此 这个数字仍然远远不及其前身儿童受害者法案 Child Victims Act所提起的11000起诉讼 大部分诉讼案件是由纽约监狱的前囚犯提起的 说唱歌手肖恩、底特律、Sean、Dillic Combs和喜剧演员拉塞尔 布兰德、Russell Brand和比尔、科斯比、Bill Cosby也被起诉 记者伊琼·卡罗尔·伊金·卡罗尔在根据该法案提起的索赔中 从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那里获得了500万美元的赔偿 随着感恩节截止日期的临近 律师们正在处理一波雪崩般的最后时刻索赔 Levi-Koenitzberg律所的一位合伙人认为 成年幸存者法案应该在每个州都被联邦化或采纳 该合伙人还表示 对于性犯罪的索赔 诉讼时效应该永久取消 中国将从技术创新中获得重大经济影响 并承诺提供更多支持 南华早报 中国的主要金融监管机构 承诺支持该国的科技行业 中国人民银行、科技部、国家金融监管局 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 主要监管机构的代表出席了会议 该组讨论了如何更好地将金融资源 引导到科技行业 并同意简化企业获得贷款和融资的程序 此前 中国在上个月举行的两年一度的金融政策会议上 确定了需要更多金融支持的技术和创新领域 韩国判处逃离中国的异议人士 他乘坐水上摩托桃里 纽约时报 中国异议人士全平试图乘坐一种 类似喷气滑水艇的交通工具 穿越200英里的海洋 前往韩国寻求庇护 现已被判处一年缓刑 缓刑期为两年 全平因违反移民法被拘留了三个月 后被发现滞留在仁川附近的一个泥滩上 他的法律团队最初希望只罚款而不拘留 但法院的判决使得被驱逐出境的可能性较小 全平在2016年发布了一张自己穿了一件 将习近平抵作希特勒的T恤照片后 便消失在中国警方的监管之下 孙大克面临压力 因为英国2022年的净移民人数 创下了历史新高 美联社 英国政府面临着压力 要解决移民问题 因为英国国家统计局的新数据显示 净移民人数比先前估计的要高 截至2022年12月的修订数据显示 净移民人数为74万5千人 远高于先前的估计60万06千人 保守党在2019年的竞选宣言中 承诺收回我们的边界 现在被敦促在明年的大选之前 采取行动 政府已表示 可能会采取进一步措施 来降低移民水平 英国创下了一个保守党 不愿看到的移民记录 纽约时报 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2022年 英国的合法移民数量 创下了记录 达到了74万5千人 这给承诺限制移民的执政保守党 带来了政治困扰 这一数字 较之前的估计60万06千人 有所增加 也标志着英国脱欧以来 合法入境人数翻了一番 预计其中一部分 增加是暂时性的 因为来自欧洲以外的学生 和来自乌克兰和香港的难民数量 可能会减少 乌拉圭希望加快 与中国和南美南方共同市场 Mercocer的贸易谈判进程 对巴拉圭施加压力 路透社 乌拉圭总统路易斯 拉卡莱普表示 希望加快乌拉圭 中国和南美南方共同市场 Mercocer之间自由贸易协定 FTA的谈判进程 中国已经是南美洲的重要投资者 并向四个国家提供了 对其消费市场的零关税准入 中南美洲自贸协定 可能会对巴拉圭施加压力 巴拉圭是唯一与台湾有联系的 南美洲国家 中国认为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 然而 阿根廷 巴西和巴拉圭 都是南方共同市场的成员国 他们希望与欧洲达成自贸协定 弗吉尼亚大学和弗吉尼亚理工大学 恢复了他们之间的竞争 有很多利益在其中 华盛顿邮报 弗吉尼亚大学和弗吉尼亚理工大学之间的 年度常规赛技术观战 赋予获胜者在该州的炫耀权 并被视为双方赛程中最有意义的比赛 今年的比赛定于周六下午 在夏洛茨维尔的斯科特体育场举行 为两所学校带来了几个额外的故事情节和动力 中国的双十一购物节 苹果的销售量不及华为和小米 日经亚洲 根据Counterpoint Research的数据 苹果在中国的光棍节购物节期间 智能手机销量下降了4% 而国内竞争对手华为和小米则录得强劲增长 华为和小米在10月30日至11月12日期间的销售期间 同比增长分别为66%和28% 华为的Mate60智能手机起价为5499元人民币763美元 而小米最新的Mate60智能手机售价为3999元人民币555美元 苹果于9月发布了iPhone15系列 而华为则在一个月后推出了Mate60系列 据消息人士称 中国远洋集团租赁部门主席面临调查 日经亚洲 据消息人士称 中国远洋运输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冲因调查被当局拘留 该公司是中国远洋运输的金融和租赁部门 表示刘冲因个人原因辞去所有职务 刘冲在三家公司担任非执行董事的职位也宣布辞职 据信 此次调查是中国远洋运输内部反腐败打击行动的一部分 刘冲可能涉及对上海商人米春雷 在2015年对中国远洋运输海生的投资的调查 极右翼民粹主义者吉尔特·维尔德斯在荷兰选举中大获全胜 华尔街日报 根据预测 荷兰极右翼领导人吉尔特 维尔德斯的自由党PVV将赢得荷兰议会选举 获得150个席位中的37个 维尔德斯呼吁禁止古兰京 关闭清真寺 并削减移民 PVV最接近的竞争对手弗兰斯 蒂莫曼斯的工党绿色左翼联盟 预计将赢得25个席位 维尔德斯很可能领导组建执政联盟的谈判 并有可能成为该国的下一任总理 然而 分析人士表示 也有可能由其他党派组成联合政府 而不需要PVV的参与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也是您的观察员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的新闻 首先 中国财富管理公司中置 面临370亿美元资产缺口 由于中国经济放缓和房地产市场低迷 中置企业集团陷入了财务困境 这个消息提醒我们 经济是一个复杂而不稳定的领域 即使是一家看似强大的公司 也可能会遇到困难 接下来 中国可能在战后袈裟 担任和平维持者 但美国掌握着停火的关键 中国虽然是联合国违和行动中的主要力量 但却无法决定 袈裟的未来治理和停火事宜 这显示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有限 需要与其他大国合作来实现共同目标 在南海地区 中国、美国和菲律宾的活动持续增加 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引起了广泛关注 各方都在通过演习和巡逻来展示自己的实力 然而 我们希望各方能够通过对话和合作来解决争端 确保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世界卫生组织要求中国提供有关未诊断肺炎病例的数据 这提醒我们 全球公共卫生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各国应该积极合作 共同应对疾病的蔓延 其他新闻包括香港珠宝零售商周大福否认家族分裂传言 纽约法律引发的历史信息虐待索赔的雪崩 中国将从技术创新中获得重大经济影响 韩国判处逃离中国的异议人士 以及英国面临移民问题的压力等等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总结 我希望通过我的分析 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不同的观点和思考 现在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有什么问题或者意见吗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欢迎大家收看 评论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 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如何应对内心的气候否认 这是美国道貌岸然意识形态的终结吗 加沙的破坏 如何对以色列和美国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 美国人准备好再次面对伊拉克吗 美国和中国尚未进入冷战 请大家收看 如何应对内心的气候否认 FT评论版 新的气候否认是指因为太痛苦 而拒绝思考气候变化的现象 据记者西蒙·库珀·Simon Cooper所说 在金融时报的一篇评论文章中 库珀表示 这种新形式的否认 表现为那些回避讨论气候变化的人 称其过于压倒性而无法思考 库珀表示 为了应对气候变化 人们需要认识到问题并采取集体行动 同时追究政治家的责任 这是美国道貌岸然意识形态的终结吗 南华早报评论版 西方媒体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最近的一次演讲中大多选择了忽略 他在演讲中呼吁中美之间的相互尊重 习近平在旧金山对美国商界领袖的演讲中表示 中国不想与美国再打一场冷战 也没有意图挑战或推翻美国 他补充说 相反 我们将乐见一个自信 开放 不断增长和繁荣的美国 同样 美国不应对中国抱有不信任态度 或干涉中国的内政 相反 他应该欢迎一个和平 稳定和繁荣的中国 演讲受到了观众们的起立鼓掌 文章的作者认为 尽管中国可能在与美国的地人政治和经济实力竞争中 不会取胜 但在意识形态战争中 中国可能会取得胜利 因为它缺乏野心和征服世界的意识形态 与美国的行动形成了鲜明对比 作者总结说 世界其他国家越来越不接受美国的道德说教 和对全球规范以及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的呼吁 加沙的破坏如何对以色列和美国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 南华早报评论版 加沙冲突造成的创伤需要几代人才能愈合 但全球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同情正在损害以色列和美国的信誉 中国将自己定位为全球事务中的桥梁建设力量 呼吁停火并提出调解冲突 两国解决方案仍然是唯一可行的选择 但美国可能缺乏说服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共存的影响力或意愿 中国应该利用其影响力敦促伊朗等国家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 防止冲突升级为地区战争 美国人准备好再次面对伊拉克吗? 半岛电视台评论文章 有报道称 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什叶派民兵与驻扎在这些国家的美军之间的对抗日益加剧 甚至有报道称 越来越多的美军伤员在该地区的医院接受治疗 虽然国际社会一直关注加沙战争 但该地区的紧张局势正在升级 存在意外升级的风险 美国及其盟友一直支持以色列对加沙的残酷和不成比例的攻击 给予以色列无限权力 不考虑国际法或巴勒斯坦人的基本人权 这破坏了他们作为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的守护者的形象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 内塔尼亚胡通过将哈马斯比作ISIS并唤起大屠杀的技艺来操纵世界领导人和精英 以为以色列的行动辩护 内塔尼亚胡的目标是说服或操纵美国为他与伊朗作战 并且他成功了 然而伊朗希望避免与美国直接对抗 而是更愿意通过该地区的代理武装组织行动 加沙的冲突有严重升级为更大范围地区冲突的风险 美国需要决定是否愿意与内塔尼亚胡一起成为流血的伙伴 并卷入该地区另外十年的冲突中 美国和中国尚未进入冷战 外交事务 许多人尤其是在华盛顿都认为世界正在目睹中美之间新冷战的早期阶段 然而当前的情况与原始冷战有几个关键的不同之处 美中经济之间的关系比美苏之间的关系更加相互依存 中国也不像苏联那样试图输出其版本的马克思主义 此外全球背景也不同 世界变得更加分裂和去全球化 美中之间缺乏美苏之间拥有的危机预防和管理机制 然而 这两个时代也存在相似之处 美国和中国都是超级大国 他们之间的竞争也存在意识形态的维度 中国的共产主义与美国的民主资本主义形成鲜明对比 两国还在全球南方争夺支持和影响力 就像冷战期间苏联和美国在第三世界那样 为了避免灾难性冲突 对于两国来说重要的是理解美中竞争与冷战的不同之处 并承认这种相似性和差异性在某些方面使得当前情况更加危险 但在其他方面更加安全 经济合作与相互依赖 缓解有关台湾的紧张局势 建立危机预防和危机管理机制 加强在卫生问题上的合作 以及在气候变化协调方面取得实质性成果 这些都是可以帮助稳定美中关系防止热战的步骤 为什么争夺世界体育赛事主办权的竞争已经停滞不前 FT评论版 选择主办大型体育赛事的过程已经从竞标转变为内部任命 因为主办此类赛事的成本和风险增加 包括国际足球联合会和国际奥委会在内的各个体育组织都采取了这种按任命方式选择主办地的趋势 这一举措被视为一种面子工程 以掩盖对主办兴趣的减少 因为越来越少的国家愿意为昂贵的基础设施改造买单 批评者认为 这种转变降低了选择过程的透明度和问责制 OpenAI的董事会戏剧远未结束 路透观点 前创业加速器YCombinator总裁珊姆 奥尔特曼将重返人工智能公司OpenAI的首席执行官职位 奥尔特曼的回归发生在该公司经历了一周动荡的时期 其间有几位知名人士辞职 这种情况引发了人们对公司治理 人工智能的未来以及首席执行官在科技行业中的影响力的担忧 批评者认为 首席执行官崇拜文化对公司的长期成功和稳定性有害 品牌的企业巨头面临真相时刻 路透观点 像雀巢、卡福亨市和连何利华这样的消费品巨头的销售量 在本世纪首次出现下降 销售量下降可以归因于多种因素 包括来自杂货店自由品牌替代品的竞争家具 品牌产品价格上涨和产品规格缩小 疫情打乱了消费品销售的传统驱动因素 如产品质量和价格差异 消费者现在更倾向于选择更便宜的替代品 并做出更健康的选择 这可能意味着更小的分量 为了弥补销售量下降 消费品公司正试图利用其品牌的定价能力 但价格上涨即将结束 此外非品牌或电品牌产品的销售额一直在增长 在欧洲消费品市场占据了38%的份额 私人品牌的崛起和对食物浪费和肥胖问题的日益关注 可能进一步影响品牌消费品的销售量 为了恢复销售量 消费品公司正在加大营销力度 但这可能还不够 如果销售继续下降 可能会引发一波行业整合 公司将通过削减成本或扩展到亚洲市场来保护利润率 香港警方与骗子之间的猫鼠游戏 南华早报评论版 在香港 骗子以非法狗漏丑闻为幌子 骗取了受害者共136万港元17.4万美元 骗子使用恶意安卓应用程序 在受害者手机上安装了木马病毒 然后将他们发送到一个假银行登录页面 输入他们的姓名和密码 尽管一些受害者被其他食品旅行套餐和汽车租赁的广告吸引 但一些动物爱好者可能下载了该应用程序 试图追踪买家 骗子甚至将与此案无关的动物慈善机构牵扯其中 将一些买家引导到与该收容所相关的快速支付系统号码 气候变化 水资源短缺正在引发亚洲新的危机 南华早报评论版 随着气候变化耗尽淡水资源 世界正面临日益严重的水危机 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数据 已经有超过20亿人无法获得安全饮用水 40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严重的水资源匮乏 到2025年 全球有一半的人口可能生活在面临水资源匮乏的地区 气候变化和全球水资源匮乏的相互关联挑战 必须成为优先考虑的问题 需要采取全面的转型策略和投资可持续水基础设施 以避免灾难性的影响 一位保守党大臣走进一家酒吧 FT评论版 英国金融时报的罗伯特·施里姆斯利·Robert Shrenzy 表示 财政大臣杰里米·亨特·Jernie Hunt的秋季声明 为明年5月的潜在选举奠定了基础 该声明旨在表明保守党是唯一有能力管理经济的政党 然而 低增长和不断上升的债务水平意味着 预计2024至25年 人均实际可支配家庭收入将比大流行前低3.5% 该声明还透露 到2028至29年 将有400万人缴纳所得税 并有300万人将缴纳更高的税率 观察守护者 美国对以色列媒体操纵的认识 半导电视台评论文章 这篇文章讨论了以色列的宣传技巧 以及他们开始失去效果 文章重点提到了一个事件 以色列媒体监测组织城市报道指责加沙的自由摄影师 事先知道哈马斯的袭击 然而包括CNN、路透社、美联社和纽约时报在内的所有四家媒体公司 都否认了这些指责 并称这份报告不负责任 文章认为 这一事件的重要性在于它显示了媒体对以色列指责的审查方式发生了变化 文章认为 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和国际观察员现在对以色列的声称更加怀疑 并经常对其进行调查 揭露其谎言 文章还指出 美国记者在报道以色列的声明时变得更加谨慎 特别是在涉及伤害巴勒斯坦平民的军事行动时 并将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与袈裟的情况进行了类比 总的来说 文章认为 人们对社会正义问题的认识日益增长 对报道的问责要求更高 这挑战了以色列的宣传努力 并导致对冲突的报道更加平衡 杰里米·亨特·Jermie Hunt的财政暖堂 FT评论版 这篇文章表明 英国财政大臣杰里米·亨特·Jermie Hunt 未能令人信服地实现其秋季声明中代数的任何目标 文章认为 尽管宣布了几项促进增长的措施 并采取了一些积极的供给侧改革措施 但财政大臣未能提高英国的长期增长前景 也未能提振保守党的选举机会 文章还批评财政大臣吸收了很大一部分财政回神余地 以高度政治化地削减国民保险 并指出 如果预测发生任何细微变化 公共财政可能会迅速变得丑陋 OpenAI宣布结束替代治理实验 路透观点 OpenAI最近决定用微软的Kevin Scott取代 CEO Sam Aukman 凸显了其在追求以股东为中心的资本主义方面的失败 OpenAI开发了ChapGPT 拥有一个董事会的目标是防止伤害 但微软的目标是为股东服务 OpenAI的结构旨在创建一个 关闭任何可能对人类造成伤害的发展的紧急开关 然而 微软对OpenAI基础设施的影响和控制 使其能够有效的推翻董事会的决定 并安排自己的CEO 这表明OpenAI的紧急开关不起作用 该公司现在可能更像一个专注于股东利益的普通公司 孙韵 缅北乱局与中国对缅政策 10月27日以来 缅北三家兄弟组织 国感民族民主联盟军 德昂解放军 若开军展开了针对国感自治区政府边防部队 以及善邦东北部缅甸军方部队的协同攻击 简称1027行动 三家兄弟组织进行的攻势取得了相当的效果 攻势和战事迅速蔓延到善邦周边的省邦 包括曼德勒省和什阶省 1027行动同缅甸2021年2月军事政变以来的国内冲突有很大差异 首先冲突发生的地区毗邻中缅边境 而非距离中国相对较远的省邦和下缅甸地区 因此对中方一直侧重的边境地区安全稳定具有潜在的巨大影响 2009年国感事变后 37000多名难民入境中国避乱 给中国的边境安全造成了很大压力 2015年209事件中缅甸军机曾经为了追击向中国边境地区撤退的少数民族 地方武装入侵中国领空 炸弹落入中方境内造成五死八伤 直接导致中国向缅甸政府以及少数民族地方武装施压 在6月初实现停火 1027行动有助中国打击电信诈骗 其次三家兄弟组织将1027行动的目标之一定义为打击缅北边境电信诈骗 这同中国一直担忧但没有完全解决方案的缅北电信诈骗问题息息相关 1027行动的导火索是10月20日民事家族在国港卧虎山庄杀害多名企图逃跑的中国电诈人员 三家兄弟组织将免北电诈问题作为行动的主要目标 在现实中符合并支持了中国极为迫切的国家利益 这因此也造成了一种观点 即1027行动是由中国背书而且支持的 第三 1027行动同2021年政变以来反对派针对缅军的抵抗运动也有差异 反对派的民族团结政府和人民防卫军本身的政治诉求很明确 要求结束军人统治 还政于民主政府 但是1027行动到目前为止 三家兄弟组织主要的诉求在于领土 尤其是民族民主联盟军收复果敢的军事行动 已经去世的果敢王彭嘉生领导的民族民主联盟军 在2009年之前长期控制果敢 直至在缅军支持的88事变中丧失了对果敢的控制权 开始在缅北不同地区游击流散 民族民主联盟军的现任领导齐子彭德仁希望重新控制果敢 2015年 民族民主联盟军曾经开展过为41027行动的光复果敢的军事行动 当时还发布了告全体世界华人同胞书 寻求中国政府和中国民众的支持 所以在光复果敢 扩大领土范围和推翻军人政权 恢复民主制度二者之间 三家兄弟组织和缅甸民主抵抗运动之间亦有差别 对于缅甸国内局势而言 1027行动提出最重要的问题在于这是否是缅甸国内抵抗运动的分水岭 民族团结政府和人民防卫军2021年以来展开的抵抗运动虽然声势浩大 但是早已步入同缅甸军政府的对峙僵局 民族团结政府处于流亡状态 在国内开展抵抗运动的势力以人民防卫军为主 后者民意上是前者的武装力量 但是在实际控制权上存在种种矛盾 从领土控制上来说 反对派民意上控制了超过缅甸全境50%的土地 但是这种控制在本质上属于同军政府分享的交替管制 Consecutive Control 而非长期持续管制 军政府牢牢控制着作为人口中心的大中型城市 而反对派控制的领土更多是农村、山地和丛林地区 1027行动未必能给缅甸带来民主 虽然反对派越来越多地寄希望于缅甸强大的少数民族地方武装 来为革命运动带来新的有声力量 给军政府致命一击 但是由于缅甸内部缅族同少数民族长期形成的信任缺失和利益冲突 少数民族地方武装 尤其是缅北最重要的民地武组织 例如瓦联军 对缅甸国内抵抗运动采取了按兵不动 静观其变的游离政策 三家兄弟组织同缅北的民地武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当他们发起1027行动加入战局 对于缅甸民主派、反对派来说 这是缅甸反军人政权革命运动的关键转折点 缅军已经在善邦节节败退 接下来星星之火即可燎原 此种观点貌似有理 但是在细节上仍然有待推敲 三家兄弟组织虽然在行动声明中表示 将联合所有的革命组织推翻缅军人集团的独裁统治 根除包括中缅边境地区以及全国范围的电信诈骗和诈骗窝点 但是这更多像是为了证明1027行动合法性的一种说辞 而非其斗争当领 从其斗争的根本目标来看 更多还是在于恢复失地、占领民土、自治管理 在他们更加明确自己的政治目标 接受民族团结政府的领导之前 似乎还并不能指望他们的军事行动会为缅甸带来民主 此外 缅北最重要的少数民族地方武装 瓦联军和蒙拉 在1027行动爆发以来相继发表声明 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尽快停火 秉持不参与、不战队原则 因此至少在现阶段还不能得出结论认为 缅北民地武已经开始集体对抗缅甸军人政府 1027行动使中缅关系更加复杂 对于缅甸外部环境而言 1027行动使得中缅关系更加复杂 中国苦缅北电炸已久 从泰缅边境的水沟谷到今天缅北国港的卧虎山庄 电炸活动对中国的国内金融安全、中国国民的财产和人身安全造成了巨大威胁 虽然缅甸军政府一直声称这些电炸集团是少数民族地方武装的责任 中央政府无力管控 但在实际上 缅军尤其是地方军分区 为政府军和民团控制地区的电炸集团充当保护伞并从中余力 中国在过去几年中多次通过官方进行交涉 但成果寥寥 考虑到中国是少数几个仍然同缅甸军政府在政变以后保持官方正常交往的国家之一 缅军的这一做法不得不说让中国有苦难言 所以就1027行动而言 也许尚未有足够的证据证明 中国为三家兄弟组织提供了武力支持或者装备 但是说到消除电炸 惩治始作俑者 中国同三家兄弟组织的目标却有共同之处 如果民族民主联盟军收复国感 很难想象中国会反对 但是如果1027行动的范畴突破了光复国感 占领领土 进入到推翻军人政府的政治范畴 中国的政策和态度就很难如此名昂起来了 缅甸内政乱局多年 唯一颠扑不破的现实是 军人集团很难被排除在政权之外 任何想要将缅军置于民选政府控制之下的努力 在历史上无一例外的都导致政变 一切推倒重来 如果缅甸的反对派能够同民第五自发有机结合 在武装斗争中取得胜利 中方也许并不会为军方站台 但是指望中国在天平上压抑制 推动推翻军人政权 这也不符合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和逻辑 近期来看 如果1027行动导致边境大量人口流离失所 进入中国避难 或者缅军同民第五的交火 导致中国边境地区人口伤亡 中方有可能采取强力行动 推动实现停火 除此之外 如果1027行动带来缅北地区新的势力均衡 中国并没有理由特别反对或者介入 而会采取静观其变的政策 孙韵是美国智库史厅生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 中国项目主任布鲁金斯客座研究员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了一系列 关于国际时事的新闻摘要 首先 我们来看气候变化问题 据报道 由于气候变化问题过于压倒性 一些人选择回避讨论 这被称为新的气候否认 然而 我们需要认识到气候变化的严重性 并采取集体行动来解决这个问题 接下来是关于中美关系的报道 近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一次演讲中呼吁中美相互尊重 强调中国不会挑战或推翻美国 并希望看到一个自信 开放 繁荣的美国 这一演讲得到了观众的积极反响 然而 文章指出 尽管中国在地缘政治和经济实力竞争中 可能不会胜出 但在意识形态战争中 中国可能会取得胜利 世界其他国家对美国的道德说教和对全球规范的呼吁越来越不接受 我们还关注到了加沙冲突对以色列和美国造成的伤害 这场冲突导致巴勒斯坦人民受伤 引发了全球对他们的同情 中国呼吁停火并提出调解冲突的解决方案 文章指出 解决两国之间的冲突仍然是唯一可行的选择 但美国可能缺乏影响力或意愿来说服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共存 中国应该利用其影响力来推动其他国家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 并防止冲突升级为地区战争 此外 我们还关注到了伊拉克局势的紧张 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冲突日益加剧 越来越多的美军伤员在该地区的医院接受治疗 这引发了人们对美国是否准备再次面对伊拉克的担忧 文章指出 美国及其盟友一直支持以色列对加沙的行动 这破坏了他们作为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的守护者的形象 然而 内塔尼亚湖试图将美国卷入与伊朗的冲突中 加沙冲突有升级为更大范围地区冲突的风险 美国需要决定是否愿意与内塔尼亚湖一起成为流血的伙伴 并卷入该地区更长时间的冲突中 最后 我们还关注到了一些经济和政治问题 选择主办大型体育赛事的过程越来越趋向于内部任命 这被视为一种面子工程 消费品巨头面临销售量下降的问题 需要提出新的解决方案 OpenAI的治理问题引发了人们对人工智能的担忧 香港警方与骗子之间的猫鼠游戏显示了媒体对以色列的审查方式发生了变化 气候变化和水资源短缺成为全球面临的新危机 最后 英国政府的秋季声明被认为是朝着正确方向的初步尝试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摘要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们对这些议题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问 谢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健身入门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 正确进行热身活动 二 掌握正确的呼吸技巧 三 避免常见的训练错误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正确进行热身活动 当然 热身活动是任何体育活动的重要前奏 就像一位古代战士在冲入战场之前要磨磨刀刃 敲敲盔甲一样 不过 我们今天的热身活动通常不涉及真正的刀剑和盾牌 而是一系列旨在唤醒肌肉 提高心率和增加关节灵活性的动作 想象一下 如果历史上的伟人们 在他们的决定性时刻之前也做了热身活动 比如 亚历山大大帝在发起对波斯帝国的攻击前 可能会先做一些动态拉伸 以确保他在马背上的灵活性 或者 假设莎士比亚在写下他的不朽名句之前 会先轻轻地摇摇手腕 以避免任何可能的文学性肌肉抽筋 但让我们回到现实 正确的热身活动应该包括几个关键步骤 一 信号信号动态拉伸 信号信号 这不是你老师在学校里教的那种站着不动的拉伸 动态拉伸是通过移动来增加肌肉温度和灵活性 就像中世纪的剑士在战斗前挥舞他们的剑来 准备肌肉一样 二 信号信号信率提升信号信号 这可以通过跑步 跳绳或任何可以让你的心脏 像罗马战车赛中的马匹一样奔跑的活动来实现 三 信号信号 特定运动的热身信号信号 这就像罗马决斗士在进入竞技场前 练习他们的战术一样 无论你是要打网球还是举重 都应该模拟即将进行的活动 以此来准备你的身体 四 信号信号 心理准备信号信号 就像拿破仑在战役前夜制定战略一样 你也需要集中精神 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挑战 现在 虽然我们不需要像古代战士那样 准备进入实际的战场 但正确的热身活动 同样可以让我们在现代生活的战场上表现得更好 无论是在体育馆里还是在日常生活中 所以 下次当你准备开始你的锻炼时 记得像历史上的英雄们一样做好准备 这样你就可以在避免受伤的同时 也许还能创造你自己的历史呢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掌握正确的呼吸技巧 好的 让我们来聊聊这个 看似平凡却又至关重要的话题 呼吸技巧 首先我们的承认 呼吸对于任何生物来说都是基本的生存技能 但是 当我们谈论到掌握正确的呼吸技巧时 这个不仅仅是生存的问题 而是关乎于如何提升生活品质 甚至在某些情况下 如何成为一名出色的运动员 歌手或是冥想大师 首先 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 古代的人们对于呼吸的重要性早有认识 例如 在古印度 瑜伽修炼者发展出了一套称谓 普拉纳亚玛的呼吸控制技巧 这些技巧至今仍被广泛练习 并被认为对身心健康有助深远的影响 而在古中国 气功大师们也通过调节呼吸来培养气 以达到强身健体和长寿的目的 现在 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一位古代的瑜伽大师和一位中国气功大师 在一场呼吸技巧的比赛中相遇 瑜伽大师深吸一口气 然后以一种几乎让时间停止的长度进行呼吸保持 旁观者都开始担心他是否还活着 而气功大师则是轻轻地吐出一口气 气流竟然轻柔地将地上的落叶吹得旋转起来 这场比赛最终一两位大师相互致敬而告终 因为他们意识到呼吸的真谛 不在于比拼 而在于和斜与平衡 当然 除了古代的智慧 现代科学也对呼吸技巧有了更深入的研究 比如运动生理学家告诉我们适当的呼吸节奏可以提高运动表现 而心理学家则发现深呼吸可以减轻焦虑和压力 这就是为什么你会看到马拉松运动员在比赛中保持住稳定的呼吸节奏 或者在压力巨大的情况下 人们会被建议做几次深呼吸来冷静下来 所以 无论你是一名想要提升运动成绩的运动员 还是一个寻求心灵平静的冥想者 或者只是一个希望能够更健康的生活的普通人 掌握正确的呼吸技巧都是一项宝贵的技能 记住 呼吸可能是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避免常见的训练错误 当然 让我们穿越时空 回到历史的长河中 寻找那些训练中的经典错误和他们的古老智慧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不仅会学习如何避免这些错误 还会发现 无论是在古罗马的决斗场 还是在现代的健身房 人类在追求卓越时往往会重蹈覆辙 星号星号错误一 忽视基础训练星号星号 在古希腊 有一位年轻的角力手 他梦想成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冠军 他跳过了基础训练 直接开始进行高难度的技巧练习 结果 他在比赛中一败涂地 因为他没有建立起必要的力量和技巧基础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不要急于求成 基础训练是成功的基石 星号星号错误二 过度训练星号星号 回到中世纪 有一位骑士在为即将到来的锦标赛做准备 他每天不分昼夜的训练 从不休息 到了比赛日 他精疲力尽 甚至连铠甲都举不起来 这位骑士的过度训练提醒我们 恢复同样重要 身体需要时间来修复和增强 星号星号错误三 忽视饮食星号星号 在明朝的中国 有一位武术大师 他的武艺高强 但他却忽视了饮食的重要性 他经常暴饮暴食 结果体型臃肿 动作迟缓 这位大师的例子告诉我们 饮食对于训练至关重要 合理的饮食 可以提升训练效果 星号星号错误四 忽视技术星号星号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 有一位剑客 他只追求力量训练 完全忽视了剑术的技巧 在决斗中 他的力量虽然惊人 但因为缺乏技巧 最终被一个技术高超的对手 轻易击败 这个故事提醒我们 技术和力量同样重要 一个不能忽视另一个 星号星号错误 不适当的装备星号星号 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 有一位热衷于自行车的绅士 他穿着笨重的长裤和硬领 衬衫骑行 结果不仅速度慢 还经常摔倒 这位绅士的错误 在于没有穿着适合的装备 这告诉我们 适当的装备 可以提升性能 并防止受伤 历史上的这些例子 虽然有趣 但它们都传达了 一个严肃的信息 训练需要智慧和策略 无论是古代的角力手 还是现代的健身爱好者 避免这些常见的训练错误 都是迈向成功的关键 记住历史虽然不会重复 但它总是惊人的相似 让我们从过去的教训中学习 以更智慧的方式训练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我们一起 回顾了一些 关于正确进行热身活动 掌握正确的呼吸技巧 和避免常见训练错误的重要知识 尽管这些话题 可能听起来有些严肃 但我们通过幽默的方式 将它们呈现出来 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些欢乐和启发 热身活动 是任何体育活动的关键前奏 就像古代战士 在战斗前磨刀霍霍一样 所以 下次当你准备开始锻炼时 记得像历史上的英雄们一样 做好准备吧 正确的呼吸技巧 是一项宝贵的技能 它不仅可以提高你的运动表现 还可以帮助你 保持心理平静和身体健康 不管你是一名运动员 冥想者 还是普通人 掌握正确的呼吸技巧 都会对你的生活 产生积极的影响 避免常见的训练错误 也是我们在追求卓越时 需要注意的问题 历史上的故事告诉我们 不要忽视基础训练 过度训练 饮食和技术的重要性 同时也要确保 使用适当的装备 最后 我想要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是否曾经犯过 这些训练错误 你有其他有趣的历史故事 可以分享吗 请在下方留言 让我们一起探讨吧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大家收看 突发与现场 我们现在给大家 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美国制裁下 华为突围的秘密武器是什么 华为突围对美中芯片竞争 意味着什么 中国心真的要遥遥领先 荷兰极右翼的胜利 使欧洲自由民主陷入防守状态 请大家收看 美国制裁下 华为突围的秘密武器是什么 自从华为智能手机Mate60Pro 横空出事后 关于美国对中国的芯片制裁 究竟是否有效的讨论 就持续不断 彭博社分析指出 华盛顿的限制措施仍有漏洞 而中芯国际 则利用在窗口期大量采购的设备 为华为生产出了7纳米制成的芯片 德国之声中文网 自从美国政府将科技业巨头华为 列入制裁名单之后 关于中国如何应对芯片卡脖子问题的讨论 就一直未停 然而当今年8月底 华为在未经提前宣传的情况下 突然推出了具有准5G性能的 高端智能手机Mate60Pro 则令人提出一连串的问题 中国是否已经具备了 生产高端芯片的能力 而华为又是如何在美国制裁的围堵之下 做到逆袭的 中芯国际突破封锁的秘密武器 彭博社Bloomberg分析指出 中芯国际SMIC为华为Mate60Pro手机 生产7纳米制成的芯片 可以称作北京突破美国封锁的秘密武器 正因为如此 中国国内舆论一片欢腾 而在美国这边却引发了不少 对于华盛顿制裁措施失败的指责 9月初 彭博社委托半导体行业观察机构 Tech Insights对华为心机进行了拆解 Mate60Pro所使用的中国国产麒麟9000S芯片 采用了中芯国际最先进的7纳米制成 华为突围对美中芯片竞争意味着什么 而最令人惊讶的就在于此 中芯国际十多年来一直受到美国的限制 并于2020年被正式列入制裁黑名单 按理说美国商务部应该对这家公司采购 任何由美国投入的设备或者软件 进行全面的控制 但是彭博社的报道指出 至少在一些个别情况下 美商务部还是继续向中芯国际的供应商 发放了许可证 如今美国议员和业界专家 则呼吁拜登政府进一步加强施压 即使冒着加剧中美关系紧张的风险 也在所不惜 哥本哈根商学院副教授傅勒 Douglas Fuller认为 一旦事情曝光 除了对中芯国际采取更强硬手段之外 别无选择 否则 这项政策就不存在任何意义了 中芯国际和美国商务部 都没有回应彭博社的相关问询 8月29日 华为公司在未进行任何大型推介和广告的情况下 突然提前宣布销售最新的旗舰手机 Mate60 Pro 售价为每台6999元人民币 华为原本的计划是 9月12日在上海发布Mate60系列手机 华为称 这是史上最强大的Mate手机 采用鸿蒙4.0操作系统和盘古人工智能大模型 同时是全球首款支持卫星通话的大众智能手机 华为虽然没有公布任何有关手机芯片的信息 但大量网络博主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速度测试视频显示 Mate60 Pro的下载速度超过了顶级5G手机 表明它至少是处在旗鼓相当的水平上 根据华盛顿的说法 美国在芯片领域对中国的限制并非针对智能手机 而是针对军事领域 半导体是科技行业的基础 从人工智能、云计算、到无人机、坦克和导弹等民用和军用产业都离不开芯片 对于芯片生产来说至关重要的就是光刻机 在14奈米制程以下的高端芯片领域 荷兰阿斯麦公司ASML拥有100%的市场占有率 多年来中芯国际一直在储备芯片制造设备 包括阿斯麦的光刻机 彭博社指出 其7纳米制程的芯片就是在阿斯麦的DUV深子外光刻机上生产的 曾经在台积电TSMC担任副总经理的林本坚Burn J.Lin认为 中芯国际利用现有的阿斯麦光刻设备 已经具备了生产出更高端的5纳米芯片的能力 这一点得到了傅乐和其他专家的认同 2022年10月 美国出台了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出口管制措施 包括限制向生产14纳米或以下制程的中国芯片工厂出售高端芯片制造设备 彭博社指出 虽然有关措施立即对美国芯片制造公司产生了效应 但是拜登政府却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才说服荷兰和日本政府加入自己的行列 而在这个窗口期内 中国厂商仍然可以从荷兰阿斯麦以及日本的东京电子TOKYO ELECTRON LTD继续采购光刻设备 并且可以大量囤货 中国新的提法在2000年代初就已开始传播 背景是中国在芯片方面长期依赖进口 缺乏自主研发能力的状况 令领导层对半导体领域的科技依赖性感到担忧 计划提升芯片设计 制造封测和装备材料产业链能及 在新的产业政策推动下 出现了一批集成电路研发创新机构 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USCC 11月发布了一份年度报告 对拜登政府2022年10月推出的出口禁令进行评估 报告显示 今年1至8月 中国从荷兰进口了价值32亿美元的半导体制造设备 这比去年同期月升96.1% 去年为17亿美元 今年前8个月 中国从各国进口的半导体设备 总价值为138亿美元 约合人民币1000亿元 中国新真的要遥遥领先 而从阿斯麦方面的统计数据来看 这家荷兰光刻机制造商 今年的中国业务大幅度增长 第三季度 中国占到该公司销售额的46% 这显然也是中国芯片制造商 在2024年出口管制全面生效之前 在大量增加订单 彭博社指出 对于美国商务部来说 显然芯片领域的限制措施 真正执行起来也相当复杂 大多数晶圆加工厂所需的供应设备 包括阿斯麦的DUV光刻机 都是既能生产被美国限制的高端芯片 也能生产不受限制的相对低端芯片的 而根据路透社此前的报道 美国司法部也在调查应用材料公司 Apply Materials 是否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下 将价值数亿美元的设备先从美国运往韩国 然后再运至中国卖给中芯国际 面对华为和中芯国际的突围 拜登政府还在调整应对措施 今年10月 华盛顿已经推出了一系列新的芯片管制措施 进一步收紧了对企业与中国开展业务的限制 美国国会的一些鹰派议员则痛制政府在措施执行方面的拙劣 彭博社指出 虽然中芯国际可能会遭到华盛顿更加严厉的制裁 但是它目前取得的成就 已经给中国建设自主研发的科技产业的发展战略带来了希望 许多人希望 在美中两国争夺全球半导体市场主导地位的过程中 限制措施能让美国保持技术优势 资讯公司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的分析师卢小萌 在今年9月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说 华为取得的进展并不令人意外 如果你的策略将华为逼入绝境 他们最终会通过创新摆脱这些限制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 科技与公共政策项目的负责人刘伊斯 James Lewis也持相似的观点 他对德国之声表示 在芯片竞争中 美国的限制措施可以争取到时间 但无法让华为和其他中国公司停下脚步 彭博社 路透社等 乌拉圭希望加快与中国和南美南方共同市场 Mercocer的贸易谈判进程 对巴拉圭施加压力 路透社 乌拉圭总统路易斯 拉卡莱普表示希望加快乌拉圭 中国和南美南方共同市场 Mercocer之间自由贸易协定 FTA的谈判进程 中国已经是南美洲的重要投资者 并向四个国家提供了对其消费市场的零关税准入 中南美洲自贸协定可能会对巴拉圭施加压力 巴拉圭是唯一与台湾有联系的南美洲国家 中国认为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 然而阿根廷、巴西和巴拉圭都是南方共同市场的成员国 他们希望与欧洲达成自贸协定 专栏随着冶炼厂处理费用的下降 同供应重新思考 Andy Hong Yahoo 中国金川集团已同意在2024年 向安托法加斯塔支付每吨80美元和每磅8美分的铜金矿 低于今年的每吨88美元和每磅8.8美分 这些费用被称为处理和精炼费用TCRC 据路透社报道 较低的费用表明明年金矿市场可能比预期更紧张 柏林展览聚焦儿童绑架问题 德国之声 柏林市政厅正在举办一个名为被偷走的孩子的特别展览 讲述因政治迫害而被迫与父母分离的个人的故事 展览主要关注两个主要群体 在阿根廷军事独裁统治期间与父母分离的人 以及在共产主义政权期间在东德与父母分离的人 展览重点介绍了莱奥纳多 福萨蒂 奥尔特加 Leonardo Fusati Ortega和亚历山大 拉托茨基 Alexander Latotsky等人的故事 展示了这些分离对他们生活的影响 展览还强调 在乌克兰 中国和尼日利亚等国家 父母和子女的强制分离现象至今仍在发生 展览旨在引起人们对这些悲惨故事的关注 并打破围绕他们的沉默 荷兰极右翼的胜利使欧洲自由民主陷入防守状态 金融时报 吉尔特 维尔德斯及其极右翼自由党皮尼利 在荷兰议会选举中取得了显著胜利 使西欧主流自由民主党陷入被动 维尔德斯的胜利可能会加剧欧盟在制定共同移民和庇护政策 维护对乌克兰的统一立场 以及进行金融和机构改革方面的困难 这些改革是为了准备27个成员国扩大到东欧 荷兰的选举结果也提醒了欧洲 如果唐纳德 特朗普重返白宫 可能会带来严重后果 荷兰选举中 维尔德斯的胜利对欧洲极右翼来说是个福音 金融时报 荷兰籍右翼自由党在选举中赢得了37个席位 较2017年的15个席位有所增加 这给欧盟施加了压力 要求其解决移民问题 这一结果被视为民族主义反建制政治家的胜利 并为即将到来的6月欧洲议会选举铺平了道路 自由党在城市以外的地区表现出色 同时也在路特丹和海牙获胜 超过一半的荷兰选民认为庇护和移民是重要问题 2021年该国的年进移民人数超过22万 维尔德斯希望就退出欧盟举行公投 禁止古兰金 并建立对清真寺的禁令 尽管他在任何联合政府中都可能不得不做出妥协 选举结果将鼓励欧洲各地的极右翼政党 法国和意大利的极右翼领导人表示支持维尔德斯 世界正在从美国主导的秩序转向多极化秩序 新加坡的杨荣文 南华早报 前新加坡外交部长杨荣文认为 当前世界上的紧张局势并不是衰落的迹象 而是从美国主导秩序向多极化秩序过渡的一部分 杨荣文在香港的一次书籍发布会上发表讲话 讨论了美中关系、以色列、加沙战争和香港的未来等一系列话题 他表示 世界正在经历一次伟大的转变 这是由技术革命推动的 我们目前正在经历的紧张局势是新世界崛起的阵痛 杨荣文还谈到了中国的崛起 他表示 中国不是对美国构成威胁 而是对美国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构成威胁 杨荣文还讨论了西方对华为的怀疑 他表示西方国家出于情报考虑制定了针对该公司的政策 最终却束缚了自己 他认为外国投资的下降并不对中国大陆和香港构成威胁 因为中国并不缺乏资本 他还认为香港人对新加坡的困扰比新加坡对香港的困扰更大 两个城市之间的竞争是由香港的不安全感驱动的 最后杨荣文讨论了中国的腐败指数 他表示如果腐败加剧 可能会标志着中国长期衰落的开始 以色列哈马斯协议 什么能使停火导致持久和平 半岛电视台 以色列和哈马斯已经同意在加沙冲突中暂停战斗 停火将持续四天 并交换俘虏和囚犯 然而以色列政府坚称停火是暂时的 战争将在停火结束后继续 文章考虑了以前的停火协议的例子 以及目前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停战 是否能够导致持久和平 文章指出 当双方都有信任和善意 并且敌对方之间有协商的协议 并在不同的政策领域推进改革时 停火协议可以导致持久和平 文章强调了2022年埃塞俄比亚TPLF协议的例子 该协议包括永久停止敌对行动和解除TPLF的武装 文章还考虑了停火失败的例子 如持续的苏丹内战和叙利亚内战 文章认为 目前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停火的狭窄焦点 限制了其成功的机会 如果和平协议中的政策领域被忽视或未触及 将始终需要额外的谈判或暴力将会重新开始 文章得出结论 当停火协议达成时 如果一方或双方仍然决心在军事上击败对方 停火更有可能失败 尼泊尔防暴警察 驱散了寻求恢复军主制的抗议者 路透社 数千名尼泊尔抗议者 在周四与警察发生冲突 要求恢复15年前废除的军主制 这些抗议者是公民运动组织的一部分 他们认为自军主制废除以来的政府未能发展国家 防暴警察使用催泪瓦斯 水泡和藤条棍来驱散人群 一些警察被抗议者投掷的石块所伤 公民运动的协调员表示 约有10名抗议者在冲突中受伤 自军主制结束以来 尼泊尔一直饱受政治不稳定困扰 政府更迭超过10次 经济发展受阻 制造奥斯康定的公司提出的和解计划 分裂了阿片类药物危机的受害者 现在轮到最高法院来决定了 美联社 最高法院计划于12月4日听取辩论 讨论这项协议是否违反了联邦法律 该协议是普渡制药公司破产 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对于大法官们来说 问题在于破产法提供的法律保护 是否可以延伸到像萨克勒家族这样 没有自己宣布破产的人 这个法律问题 在下级法院产生了不一致的判决 它还对通过破产制度解决的 其他重大产品责任诉讼产生了影响 中国最大的智能手机制造商 和华为分拆公司荣耀计划 IPO 南华早报 从华为技术分拆出来的 手机业务荣耀 阿纳计划在第三季度 成为中国最大的智能手机供应商后 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 以实现资本多元化 这家总部位于深圳的智能手机制造商 没有公布任何有关IPO的财务细节 地点或时间表的信息 荣耀在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的地位 得益于其多样化的手机产品组合 实体零售扩张 以及价格具有竞争力的新机型 荣耀上个季度 以18%的市场份额和1180万台的总出货量 重新夺毁了中国智能手机供应商的头把交易 中国难民挑战澳大利亚实施宵禁和追踪手镯的法律 美联社 一名中国难民的律师认为 对一些有犯罪记录的外国人 实行宵禁和电子追踪手镯的新法律是违宪的 并在澳大利亚高等法院对他们提出质疑 这名男子是最近获释的至少93名移民之一 此前高等法院认为他们无限期拘留在没有签证的外国人的监狱设施中是违宪的 他被迫遵守宵禁并带上电子脚镯 他的律师已提出申请要求宣布新法律无效 世界卫生组织敦促中国提供有关为诊断肺炎病例的数据 华尔街日报 世界卫生组织敦促中国提供更多关于该国儿童肺炎爆发的信息 中国卫生部门和国家媒体最近报道了细菌性肺炎和其他类似流感疾病的病例激增 尤其是在儿童中 随着人们对北京在传染病传播方面的透明度越来越担忧 世卫组织的要求也随之而来 在新冠疫情期间 中国在分享公共卫生数据方面存在问题 世卫组织此前曾呼吁中国在公共卫生数据方面更加透明 BMO首席经济学家揭示了加拿大通胀的新恶棍 加拿大环球邮报 加拿大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道格 波特强调了加拿大租金的上涨 过去一年增长了8.2% 是自1983年以来最快的速度 租金通胀现在远远超过个人收入的增长 过去五年 人均收入年化增长率为3.9% 而平均通胀率为3.4% 但仍远远低于租金通胀 这是60年来收入增长首次落后于租金的情况 乌克兰称三名平民被俄罗斯炮击杀害 俄罗斯称无人机杀害了电视记者 加拿大环球邮报 据乌克兰当局称 俄罗斯在乌克兰东南部的炮击事件导致三名平民丧生 炮击针对的是赫尔松地区 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 而顿孽茨克地区有两人死亡 目前无法对这些报道进行独立验证 在另一起事件中 一名俄罗斯电视记者在被俄罗斯占领的扎波罗热地区 遭到无人机袭击后不治身亡 增加的炮击导致乌克兰及其西方盟友 加强了他们的防空系统 因为他们担心俄罗斯可能会在今年冬天瞄准乌克兰的电网 由于气温下降导致能源消耗增加 电网已经承受了压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您的观察员 为您带来最新的新闻摘要 首先乌拉圭希望与中国和南美南方共同市场 加快贸易谈判进程 对巴拉圭施加压力 这表明乌拉圭希望与中国加强经济合作 并寻求更多的贸易机会 但这也可能对巴拉圭造成一定的压力 因为中国认为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 而巴拉圭是唯一与台湾有联系的南美洲国家 这个问题可能会影响到 南美南方共同市场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接下来同供应重新思考 随着冶炼厂处理费用的下降 这个新闻提到 中国金川集团与安托法加斯塔达成的同金矿处理费用 比去年降低了 这可能意味着明年的同金矿市场 可能比预期更紧张 这对全球同市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信息 因为同市重要的工业原材料 对经济有着重要的影响 此外 柏林展览聚焦儿童绑架问题 这个展览展示了那些因政治迫害 而被迫与父母分离的人的故事 这个展览提醒我们 在世界的许多地方 父母和子女的强制分离现象仍在发生 通过这个展览 人们可以更加关注这些悲惨的故事 并希望能够打破围绕他们的沉默 然后 荷兰籍右翼的胜利 使欧洲自由民主陷入防守状态 荷兰籍右翼自由党 在议会选举中取得了胜利 这给欧洲带来了一定的压力 这个结果可能会对欧盟在移民政策 对乌克兰的立场以及金融和机构改革方面带来困难 这也提醒了欧洲 如果特朗普在美国再次当选 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接下来 中国最大的智能手机制造商和华为分拆公司荣耀计划IPO 这是一个重要的消息 因为荣耀计划在中国智能手机市场上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这标志着荣耀在中国智能手机市场上的地位得到了认可 并表明其在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发展机会 最后 世界卫生组织敦促中国提供有关未诊断肺炎病例的数据 这个消息提醒我们 公共卫生数据的透明度非常重要 在过去的一年中 中国儿童肺炎病例激增 但人们对这些病例的了解有限 世卫组织希望中国能够提供更多关于这个问题的信息 以便更好的了解和应对这一疫情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摘要 我相信这些新闻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思考和讨论的话题 如果你有任何想法或问题 欢迎在下方留言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 谢谢大家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六度百科节目 本期节目内容如下 老家在台湾彰化 姜尔雄任福建副省长 姜尔雄任福建副省长 福建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 23日表决通过人事 决定任命姜尔雄为福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姜尔雄是台湾彰化人 在近期福建智力打造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之下 该人士调整更受瞩目 姜尔雄出生于1967年1月 台湾彰化人 父亲是从1948年就到大陆生活工作 他则毕业于厦门大学国际贸易专业 199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2006年3月加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姜尔雄是在台盟和全国台联中的职位 就像是他政治版图上的两颗闪亮星星 照亮了他的道路 而今年 他的星光更是闪耀 先是成为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然后又当选台盟福建省委员会主任委员 这可是连续拿下了两个大奖 当然 这位彰化女儿的最新头衔 福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才是她政治生涯中最亮眼的介质 台湾彰化 台湾彰化 全名彰化县 位于台湾中西部 是一块拥有丰富文化与历史的土地 彰化县北临台中市 西滨台湾海峡 东临南投县 南基云林县 地理位置得天独厚 交通四通八达 彰化最著名的标志 就是位于鹿港的彰化扇形车库和大佛像 而鹿港小镇 则以保存良好的古迹和传统工艺文明 彰化县的经济以农业为主 种植有水稻 蔬菜和水果等多样农产品 其中以花卉生产尤其文明 此外 彰化也有不少传统产业 例如制桃叶 木雕工艺等 这些产业成为当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上 彰化拥有丰富的节庆活动 如鹿港龙舟节 天后宫妈祖绕境等 这些活动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前来参与 彰化人以其热情好客和勤劳的精神 创造出一个又一个令人惊叹的文化盛世 教育方面 彰化县内有许多知名学府 从小学到高中大学 提供了优质的教育资源 培育出许多杰出人才 其中就包括了江尔雄这位后来成为福建副省长的政治人物 彰化不仅是江尔雄的故乡 也是许多台湾人心中的一块宝地 这里不仅有着繁荣的农业和传统工艺 更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遗产 彰化的人文精神和开放包容的态度 为两岸的交流合作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和无限的可能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简称台盟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简称台盟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政治组织 主要由在大陆的台湾同胞及其后裔组成 台盟成立于1947年11月12日 最初的宗旨是反对国民党统治并争取台湾民主自治 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台盟逐渐转变为一个参政议政组织 依托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参与政治协商 民主监督以及政治制度建设 台盟的主要成员 包括在大陆的台湾同胞及其后代 以及支持台盟宗旨和政策的其他人士 台盟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关注台湾同胞的权益 推动两岸交流合作 促进台湾地区的和平发展等方面 台盟还积极参与社会服务 关心台湾同胞的生活状况 并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代表台湾同胞的利益 在中国政治体制中 台盟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与人民政协会议 并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拥有一定数量的代表席位 台盟的领导人和成员 在国家和地方各级政治机构中担任一定的职务 参与国家治理和社会建设 台盟还通过组织文化、教育交流活动 增进两岸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好情感 他倡导两岸和平统一的理念 并在这一过程中发挥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江尔雄本人在台盟中担任过要职 他的政治生涯和台盟的活动紧密相连 他的提升为福建省副省长 也反映了台盟在促进两岸关系和参政议政中的作用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福建省新任副省长江尔雄的消息 以及他的背景和台湾彰化这个美丽的地方 江尔雄女士是一位台湾彰化人 她毕业于厦门大学 现任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主任委员 担任过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务 她的政治生涯可以说是星光异异 如今更是获得了福建省副省长的重要职位 彰化县是一个拥有丰富文化和历史的地方 以农业和传统工艺闻名 而江尔雄女士正是这片土地上培养出的杰出人才之一 她的晋升不仅是对她个人的肯定 也是对彰化县的鼓舞和激励 台盟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组织 在两岸关系和政治协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江尔雄女士作为台盟的议员 她的晋升也展示了台盟在两岸交流和参政议政中的重要地位 最后 我想向大家呼吁 两岸关系的发展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 让我们共同努力 为两岸和平统一 共同繁荣而努力奋斗 谢谢大家 我是六博士 期待和大家一起讨论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收看六度百科 这是由一群科学家 经济学家 专业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制作的百科类节目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百科团队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百科内容涉及诸多知识领域 我们努力使其内容真实 专业 不存在预设立场 如果受众发现内容有误 赞同或反对六度百科内容 请在我们的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高见 欢迎大家到六度世界 六度world 阅读我们的更多内容 参与六度聊天区的讨论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的节目点赞 谢谢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六度百科节目 本期节目内容如下 加拿大流行歌星吴亦凡 Chris Wu 因强奸等罪被判处13年徒刑后 上诉被北京法院驳回 法院认为 吴某违背了妇女的意愿 从事集体放荡 对吴的指控是在2021年7月提出的 当时一名18岁的中国学生 指控他引诱他和其他女孩 其中一些未成年与他发生性关系 吴否认了这些指控 他于2021年7月被拘留 此后失去了与15个品牌的代言协定 流行歌星吴亦凡上诉 被北京法院驳回 路透社 中国首都北京的一家法院 周五驳回了加拿大流行歌星吴亦凡的上诉 吴亦凡因强奸等罪行被判处13年徒刑 现年33岁的 中国出生的吴氏K-POP组合 EXO的前成员 并于2014年回到中国 在那里他建立了有利可图的职业生涯 克里斯吴违背了女性的意愿 利用多名受害者的罪酒与他们发生性关系 他的行为构成强奸罪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说 2021年7月 一名18岁的中国学生公开指控他 引诱他和其他女孩 其中一些未满18岁与他发生性关系 吴被拘留 法院认为 吴某聚众从事猥亵活动 是头目 其行为构成群体放荡罪 维持原判 吴的近亲和加拿大驻华大使馆官员出席了宣判仪式 无法联系到的吴此前否认了这一指控 路透社无法联系他的亲属或法律代表发表评论 而加拿大大使馆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 领事官员一直积极参与吴的案件 加拿大政府在7日表示 其外交官被拒绝进入吴的上诉审判开始 北京方面表示 已提前通知大使馆上诉审判 但为保护受害者的隐私不向公众开放 除了流行音乐事业 吴亦凡在2017年还出演了电影 Triple X Zender Cage归来中的好莱坞处女作 在他被拘留时 吴氏宝格丽 兰蔻蔻 路易威登和保时捷等15个品牌的大使 这些品牌都立即与他断绝了关系 吴亦凡 吴亦凡 一名曾经在华语流行音乐界与影视圈内闪耀的星辰 如今却因为严重的法律问题而跌落神坦 他的故事提醒我们 无论多么耀眼的明星 也逃不过法律的制裁 在深入探讨这位前偶像的光辉与坠落之前 让我们先来点幽默来缓解一下气氛 吴亦凡 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像是一个华丽的魔法咒语 但显然当他面对法律时这个咒语并没有什么用 现在他可能需要的是一个更强大的咒语来解开牢狱之门 但遗憾的是现实世界并不是奇幻小说 吴亦凡的早期生涯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成功故事 出生于中国广东省 他在加拿大长大 后来以K-pop组和Exo的成员身份在韩国出道 他的音乐才华和帅气的外表迅速俘虏了无数粉丝的心 他的流行音乐事业如日中天 就像是一个完美的公式 才华加外貌加魅力等于成功 然而 吴亦凡并不满足于在韩国的成就 2014年 他决定回到中国 开启了他的个人事业 在中国 他不仅是一名歌手 还是一名演员 模特和商人 他的名字开始出现在各种商业广告和高端品牌代言中 这位多面手似乎无所不能 他的名声和影响力在中国迅速蔓延 但是 正当他的星光达到巅峰时 暗流涌动 2021年7月 一名年轻女孩公开指控吴亦凡性侵犯 随后更多指控浮出水面 这些指控像是一颗颗炸弹 炸毁了他精心构建的形象 这位曾经的偶像 很快就被卷入了一场公众舆论的风暴 他的社交媒体被指控和愤怒的评论淹没 而他的支持者则在困惑和失望中挣扎 这场风暴不仅摧毁了他的公众形象 也给他的职业生涯带来了不可逆转的打击 随着法律程序的推进 吴亦凡被正式逮捕 并最终被判处13年徒刑 这个结果对于他的粉丝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但对于那些寻求正义的受害者来说 这是一个长期等待的胜利 这个故事的道德很清楚 无论你是谁 无论你的地位有多高 你都不能逃避对自己行为的责任 吴亦凡的故事是一个警示 提醒所有人 名声和财富不能作为犯罪的庇护所 在这个故事中 也有诸多其他角色 比如那些迅速与吴亦凡切割的品牌代言 这些品牌一线风向不对 立刻收回了他们的支持 显示出商业世界的冷酷无情 这也许是一个对于名人代言的反思点 品牌和名人之间的关系 是建立在共同价值观之上 还是仅仅基于利益 至于吴亦凡本人 他的未来是未知的 他的音乐和电影作品将永远留在他的粉丝心中 但他本人可能要在牢狱中 度过很长一段时间 这是一个悲剧性的结局 对于一个曾经如此耀眼的明星来说 在这个故事的最后 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一些东西 首先 名声和权力永远不应该被用来压迫或伤害他人 其次 真相总是会大白于天下 无论他被埋藏得有多深 最后 我们都应该记住 作为公众人物 你的每一个行为都会被放大检视 因此要时刻保持警觉并且负责任 吴亦凡的故事给我们的启示是深刻的 它不仅是关于一个明星的坠落 也是关于人性 道德和法律的一刻 让我们希望这个故事能够成为一个转折点 引导那些仍在追求梦想的年轻艺术家们 走上一条更加光明正直的道路 吴亦凡失去的代言协定包括哪些知名品牌 哎呀 吴亦凡的故事犹如一场奢侈品牌的时尚秀 只不过这次他不是主角 而是被迫下台的配角 在他的新途上 不少知名品牌曾经与他搭档 就像是时尚界的选美皇后与他的舞会王子 然而 当风波来袭 这些品牌纷纷像是穿上七里靴 比谁都跑得快 一夜之间 吴亦凡的代言合约就像是被失了缩小数的爱丽丝 一个个缩水消失 在这场代言大逃亡中 首先是保格丽 这个意大利珠宝品牌一向以其奢华和精致著称 吴亦凡曾是其闪亮的代言人 但当事情爆发后 保格丽立刻表态 表示不再与吴亦凡合作 就像是一个精明的珠宝商人 在发现钻石有瑕疵时果断拒绝 接着是兰蔻 这个法国美容品牌原本希望透过吴亦凡的形象来吸引年轻消费者 但随着事件的发酵 兰蔻也迅速撤回了他的代言 就像是一个化妆师 在发现粉底不对肤色时 毫不犹豫地拿起卸妆液 然后是路易威登 这个法国奢侈品牌 在时尚界的地位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吴亦凡曾是其代言人 但当丑闻爆发后 品牌方面迅速表态 与吴亦凡划清界限 就像是一位时尚达人 在发现搭配出了错 立刻换上新的搭配 保时捷也在这场代言撤退战中名列前茅 这个德国汽车制造商 一度将吴亦凡作为其品牌形象大使 但随后决定撤销这一合作关系 如同一个赛车手 在发现车辆有技术问题时 毅然决然地停下车来检查 除了上述品牌 还有其他多个与吴亦凡有合作的品牌 纷纷选择了退出 这些品牌包括了男士护肤品牌 Lab Series 运动品牌 Adidas 手机制造商 Vivo等等 他们如同一群在海滩上晒太阳的人们 一线海浪来袭 立刻收拾沙滩椅 迅速撤退 这些合作的终止 对于吴亦凡来说 无疑是职业生涯的一大打击 他的形象从光鲜亮丽的代言人 变成了品牌避之唯恐不及的热土豆 这种转变就像是一部好莱坞大片 从英雄变成了反态 观众席上的掌声 转位虚声 然而 这场代言合约的大撤退 也引发了一些反思 品牌与名人之间的关系 到底建立在什么基础上 是真正的共同价值观 还是仅仅基于市场效应和商业利益 当品牌与名人的合作 因为丑闻而终止时 这是否意味着 品牌本身就是无辜的 在这个故事中 我们看到了商业世界的现实主义 当风险出现时 品牌总是选择保护自身形象 这无可厚非 毕竟在商言商 但这也提醒了其他名人 他们的公众形象是脆弱的 一旦出现问题 可能会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 对于吴亦凡来说 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 一个人的行为不仅会影响自己 还会影响到与他有联系的每一个人和组织 而对于那些仍然在追逐梦想和民生的年轻人来说 这是一个提醒要始终保持警觉 并且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最终 吴亦凡失去的不仅仅是代言合约 还有他的声誉和尊严 这些是金钱买不到的 也是广告无法修复的 他的故事结束了 但他留下的教训将会长久地被人们记住 让我们希望 这些教训能够成为指引未来的明灯 照亮那些在民生和责任之间寻找平衡的人们的道路 谢谢您收看六度百科 这是由一群科学家 经济学家 专业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制作的百科类节目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百科团队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百科内容涉及诸多知识领域 我们努力使其内容真实、专业、不存在预设立场 如果受众发现内容有误 赞同或反对六度百科内容 请在我们的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高见 欢迎大家到六度世界、六度world 阅读我们的更多内容 参与六度聊天区的讨论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的节目点赞 谢谢 欢迎大家收看习近平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美国未能捕捉到习近平在菲洛利峰会上透露的暗示 中国的绿色浪潮可能是世界的分水岭时刻 习近平似乎在追求和平 但他总是谈论战争 请大家收看 希腊警告官员不要参加台湾活动 因为担心中国 日经亚洲 据报道 希腊已告知其官员避免参加台湾举办的活动 以免激怒中国 在上个月台湾国庆日前 希腊外交部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警告外交官和公务员远离招待会 称这样做可能会导致中国实施制裁 希腊的新建议凸显了欧盟成员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加剧 一些国家寻求加强与台湾的接触 而其他国家 如希腊和匈牙利 则更加谨慎 中国的绿色浪潮可能是世界的分水岭时刻 悉您先驱晨报 中国的碳排放量可能已经达到峰值 或将在今年冬天达到峰值 比原计划提前7年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 中国在今年和明年全球新增的太阳能和风能装机容量占比达到60% 预计到2024年 随着可再生能源的推广超过电力需求的增长 中国的电力部门排放量将会下降 中国正在戈壁、厄尔多斯和腾格里沙漠以及西北干旱荒地建设一个庞大的清洁能源基地网络 电力将通过超高压电缆传输到工业城市 每1000公里的传输损失将减少到3.5% 中国的碳中和目标可能会比之前预计的提前10年实现 甚至可能比欧洲更早实现 普京对其他领导人批评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侵略行为感到愤怒 纽约时报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指责西方国家在对乌克兰冲突和以色列与哈马斯冲突的回应上存在双重标准 在乌克兰战争开始以来首次向20国集团G20领导经济体的官员发表讲话时 普京称该冲突是一场悲剧必须停止 并表示俄罗斯从未拒绝参与和平谈判 他还强调了加沙地带平民的困境 并指责乌克兰拒绝和平谈判 乌克兰战争在G20内部引起了分歧 西方国家推动谴责俄罗斯的入侵 分析 美国未能捕捉到习近平在菲洛利峰会上透露的暗示 日经亚洲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在与美国总统乔拜登会晤时否认了入侵台湾的计划 这引发了人们对他真实意图的质疑 尽管习近平的否认成为了头条新闻 但官方媒体并未报道此事 而是引用他的话称台湾问题仍然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 许多美国官员和高管接受了这一否认 但熟悉中国政治的消息人士表示 习近平的言论是精心计算的策略 旨在影响国内政治 习近平在会晤中提到的2027年和2035年对他个人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2027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100周年 被设定为中国军事发展的里程碑年份 另一方面 习近平将2035年定为中国在军事和经济领域赶超并超越美国的雄心勃勃的目标年份 习近平提到这些年份表明他有意愿继续担任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一生 习近平言论的真正含义只有在未来几年才会变得清晰 但如果美中峰会有助于避免因台湾问题而发生武装冲突 那将是有意义的 美中加速航空谈判 继拜登习近平达成协议后 彭博社 美国和中国官员正在努力增加两国之间的客运航班 中国民航局和美国驻中国大使举行了会谈 讨论大幅增加航班并加强民航领域的合作 此前 乔·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达成协议 恢复高级别军事沟通 打击芬太尼并就人工智能展开对话 中国国际航空已宣布将恢复飞往华盛顿的航班 并增加飞往洛杉矶的服务 自疫情爆发以来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航班恢复缓慢 但官员们预计未来几个月将会增加航班 普京在虚拟G20峰会上的讲话充斥着虚假叙述 拜登和习近平对此事件置之不理 雅虎 俄罗斯独裁者弗拉基米尔普京在虚拟G20峰会上的在线讲话中 重申了他关于乌克兰对顿巴斯的攻击和莫斯科所谓的和平追求的错误说法 他声称俄罗斯从未拒绝和谈 并表示战争期间的伤亡人数总是惊人的 自2022年2月向乌克兰派遣军队以来 普京很少出国参加重要的国际峰会要么在线参加 要么根本不参加 因为国际刑事法院ICC发布了对他的逮捕令 这位俄罗斯独裁者没有出席8月份在南非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 也没有出席9月份在印度举行的G20峰会 因为担心被逮捕 中国希望与俄罗斯深化永恒的友好关系 习近平 南华早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誓要加深与俄罗斯的永恒关系 在北京与俄罗斯高级议员维亚切斯拉夫沃洛丁会面期间 习近平表示 中国愿与俄罗斯一道 不断深化我们永恒的牧林友好关系 全面战略合作和互利共赢伙伴关系 这一承诺与上个月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访华时的承诺相似 习近平表示 他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经验交流 为双边合作提供更完善的立法支持 习近平似乎在追求和平 但他总是谈论战争 英国每日电讯 在过去的七个月里 投资者已经撤出了250亿美元 中国经济在毛泽东时代以来的最快速度下滑 并且上个月中国再次进入通缩期 10月份出口连续第六个月下降 而100家最大开发商的新房销售同比下降了27.5% 西方不能再忽视普京与伊朗的谋杀联盟了 英国每日电讯 据报道 俄罗斯和伊朗正在加强防务合作伙伴关系 俄罗斯向德黑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导弹 电子设备和防空合作 作为回报 俄罗斯要求乌克兰在乌克兰南部和东部停止进攻 并有可能获得数千枚伊朗弹道导弹 美国和英国对这种合作伙伴关系的后果表示担忧 因为他们在中东和欧洲维护着广泛的安全利益 美国和英国遭到了伊朗指导的代理人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 今年的袭击事件有所增加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了一些国际新闻的摘要和分析 首先 希腊警告官员不要参加台湾活动 因为担心中国的制裁 这反映出欧盟成员国在对待台湾问题上的分歧 一些国家寻求加强与台湾的接触 而其他国家则更加谨慎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对华政策 这也反映出现今国际形势的复杂性 接下来 中国的绿色浪潮可能是世界的分水岭时刻 中国的碳排放量可能会在今年冬天达到峰值 比原计划提前七年 中国正在大力发展清洁能源 建设庞大的清洁能源基地网络 这将有助于中国实现碳中和目标 并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一个榜样 普京对其他领导人批评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侵略行为感到愤怒 乌克兰战争在G20内部引起了分歧 这显示出国际社会对乌克兰局势的关注和担忧 我们希望各方能够通过对话和谈谈解决争端 避免进一步的冲突 习近平在菲洛利峰会上的表态 引发了人们对他真实意图的质疑 习近平的言论是精心计算的策略 旨在影响国内政治 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和信息来了解他的真实意图 美中加速航空谈判 这是乔·拜登和习近平达成协议后的一项合作 这将有助于增加两国之间的交流和合作 促进人员往来和贸易的发展 普京在虚拟G20峰会上的讲话充斥着虚假叙述 拜登和习近平对此事件置之不理 这显示出普京对国际社会的不信任 和对自己的合法性的担忧 我们需要关注国际社会对普京的回应 以及俄罗斯和国际社会之间的关系 中国希望与俄罗斯深化友好关系 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一直被称为永恒的友谊 这次会面再次强调了双方的友好关系和合作 这对于两国的发展和稳定都是有益的 最后西方不能再忽视普京与伊朗的谋杀联盟了 俄罗斯和伊朗的合作对于地区的稳定和国际安全都带来了威胁 我们希望国际社会能够密切关注这一问题 并采取适当的措施来应对 以上是我对今天新闻的总结和分析 我希望通过我的解读 为大家带来了一些有趣和有价值的信息 现在我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问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dobre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大势不服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话部对决 达文西与毕加索的较量 2.舞台之巅 莫扎特对战贝多芬 3.荧幕魔法 西区考课对决十匹百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画部对决 达文西与毕加索的较量 各位听众 学生 艺术爱好者 今天我们来谈一个假想的话题 如果达文西和毕加索能够穿越时空 在画部上进行一场对决 那会是一场怎样的视觉盛宴呢 首先 让我们设定一个场景 想象一下 我们有一台时光机把达文西从文艺复兴时期带到了20世纪初 或者把毕加索从现代送回了15世纪 无论哪种情况 这都将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创意碰撞 达文西 这位文艺复兴时期的全才 他的作品《蒙诺丽莎》和《最后的晚餐》等至今仍让人们津津乐道 他的画作以精细的细节 完美的透视和独特的光影效果著称 如果他和毕加索对决 他可能会带来一幅充满和谐语平衡的作品 每一笔都透露出对自然界和人体美的深刻理解 而毕加索 这位现代艺术的巨匠 以其创新的立体主义风格改变了艺术的面貌 他的画作《阿维农的少女》和《格尔尼卡》等展示了 他对形式和空间的大胆重新构想 在这场对决中 毕加索可能会带来一幅充满动感和色彩的作品 挑战观众的视觉感知 现在 让我们想象一下这场画部对决的场景 达文西可能会用他的铜板笔和油画颜料 细心地描绘出一个人物的微妙表情 而毕加索则可能会用大胆的色块和扭曲的形状 将同一个人物重新构建成一个抽象的图像 达文西会惊讶于毕加索对传统规则的无视 而毕加索则可能会对达文西的技术精湛 和对细节的执着感到好奇 这场对决不仅是两种风格的碰撞 更是两种时代对艺术和美的理解的对话 最终 这场画部对决不会有赢家或输家 因为艺术不是比赛 而是表达 达文西和毕加索的每一笔 都将成为历史上的一部分 让后人不断地探索和欣赏 所以 各位 如果有机会目睹这样的对决 不要忙着下注谁会胜出 而是要打开心灵 享受这场穿越时空的艺术盛宴 毕竟 这是一场只存在于我们想象中的对决 但它提醒我们 艺术是无限的 它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舞台之巅 莫扎特对战贝多芬 各位音乐爱好者 历史迷和那些偶尔在YouTube上 点开古典音乐视频 以为自己变文雅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 音乐界的两位重量级选手 莫扎特与贝多芬的对决 这不是一场拳击比赛 而是一场穿越时空的音符对决 一场在舞台之间的较量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这两位音乐界的巨人 莫扎特 全名沃尔夫冈 阿玛德乌斯 莫扎特 一个神童 一个奇才 一个在音乐史上留下了无数经典作品的作曲家 他的音乐 就像是上帝在键盘上跳舞 旋律优美 和声完美 结构精致 他的作品涵盖了歌剧 交响曲 室内乐等几乎所有当时的音乐形式 如果音乐是一场宴会 莫扎特 绝对是那个最会撩人的舞伴 然后是贝多芬 全名路德维希 范贝多芬 一个音乐革命家 一个情感的爆发者 一个将个人感受融入音乐 并将其推向极致的作曲家 他的音乐充满了力量和激情 就像是一场暴风雨 能够震撼人心 如果说莫扎特的音乐是完美的话 那么贝多芬的音乐 就是震撼的 他的交响曲 钢琴奏鸣曲 和弦乐斯重奏等作品 都展示了他那近乎疯狂的创造力 现在 让我们想象一下 如果这两位大师 能够在同一个舞台上对决 那将是多么壮观的一幕 莫扎特可能会轻盈地弹奏他的 土耳其进行曲 而贝多芬则可能会用他的 命运交响曲来回应 莫扎特的音乐像是精灵 在花园中跳舞 而贝多芬的音乐 则像是泰坦之战 但是 让我们不要忘记 这两位大师 其实是有交集的 年轻的贝多芬 曾经到维也纳学习 并有幸拜访了莫扎特 据说 莫扎特对贝多芬的才华印象深刻 甚至预言 这个年轻人将在音乐界掀起风浪 虽然他们的个人风格迥异 但贝多芬无疑受到了莫扎特的影响 最后 如果我们非要在这两位音乐巨匠之间 选出一个胜者 那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这就像是让美食家 在法式甜点和意大利面之间 做出选择一样 每个人的口味不同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 但不管怎样 莫扎特和贝多芬都已经在音乐的殿堂中 占据了自己的宝座 他们的音乐将永远激励着后来者 让我们在音符的海洋中航行 所以 下次当你在音乐会上 听到莫扎特的小星星变奏曲 或是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时 不妨想象一下这两位音乐巨人 在天堂中的对决 他们或许正在用音符 进行一场友好的较量 而我们只需要静静地享受他们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荧幕魔法 西区考克对决石匹百 当然 这是一场电影史上的史诗对决 一场荧幕魔法的巅峰对决 阿尔弗雷德 西区考克 悬疑大师 对决史蒂文 石匹百 梦工厂的奇想家 这两位导演 一个是黑白电影时代的剧将 一个是特效技术 大爆炸的先驱 他们的对决 就像是电影版的莫扎特对贝多芬 或者是蝙蝠侠对超人 只不过这场战斗 是在观众的心中进行的 而不是在大荧幕上 西区考克 这位英国绅士 以其独特的电影语言 和对悬异元素的精妙掌控 闻命于世 他的电影 如《迷魂记》 《北北溪》 和《惊魂记》 都是电影史上的经典 他的摄影机 像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 观众就像是那些 被他的故事线 精精捕捕捉的小老鼠 和对特效的革新性使用而闻名 他的电影 如《侏罗记公园》 《一替外星人》 和《拯救大兵瑞恩》 不仅仅是票房的保证 更是将观众 带入了一个又一个 令人屏息的奇幻世界 西区考克的电影 是心理学的谜题 他擅长在观众的心中 种下恐惧的种子 然后慢慢地 巧妙地让他生根发芽 石匹伯泽 是一位梦想家 他的电影 是一张张华丽的明信片 从远古的恐龙 到遥远星系的外星人 他的镜头下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如果说西区考克 是那位在你耳边低语 让你不寒而栗的 故事讲述者 那么石匹伯 就是那位 把你带上云霄飞车 让你尖叫同时 又想再来一次的 主题公园设计师 这两位导演的对决 其实是两种 电影哲学的对决 一种 是建立在细腻的角色 刻画和紧张的剧情推进上 另一种则 是建立在 视觉震撼和故事的 宏大叙述上 这两位导演 都以他们的天赋和创造力 为我们留下了 一部又一部不朽的 电影经典 最后 让我们 以一种幽默的方式 来结束这场对决 如果西区考克 和士匹伯 决定合作拍一部电影 那么那部电影 可能会是这样的 一个外星人 悄悄地潜入了一个 看似平静的小镇 而唯一能揭露 他的真实身份的 就是一个 患有恐惧症的退休警探 这部电影的名字 悬疑遇见科幻 好吧 这可能不是一个真正的电影 但这绝对是一场 电影迷心中的梦幻对决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各位观众 今天我们谈论了 三个充满想象力的对决 达文西与毕加索的画部对决 莫扎特对战贝多芬的舞台之巅 以及西区考克 对决十匹百的荧幕魔法 这些对决 不仅是不同风格和时代的碰撞 更是对艺术和音乐的 不断探索和创新 在这些对决中 我们看到了达文西的精细 和毕加索的大胆 莫扎特的完美 和贝多芬的激情 西区考克的悬疑 和十匹百的奇幻 每一场对决 都是一场思想和创意的对话 提醒我们艺术的多样性 和无限可能性 而最重要的是 这些对决 不仅仅是艺术家之间的较量 更是观众和作品之间的互动 我们可以从这些作品中 获得无穷的灵感和乐趣 并将其应用到我们自己的生活和创作中 所以各位观众 我想问问你们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们对这些对决 有什么样的看法 你们认为是达文西 还是毕加索更厉害 是莫扎特 还是贝多芬更出色 是西区考课 还是十匹百更伟大 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你们的想法吧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世界故事 节目 主要内容包括 1.马可波罗的丝绸之路旅游指南 2.工业革命 蒸汽机让马失业 3.互联网诞生 猫图统治世界 内摩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马可波罗的丝绸之路旅游指南 各位旅行爱好者 历史迷和寻求冒险的勇士们 今天我们要来聊聊 那位伟大的威尼斯商人 马可波罗 以及他的那本著名的旅行指南 马可波罗游记 如果你打算跟随马可波罗的足迹 那么你需要准备好一双坚固的靴子 一颗好奇的心 还有一份对于古代丝绸之路的无限热情 首先 让我们来设定一下时空背景 想象一下 你是在13世的寂寞 没有飞机 没有汽车 甚至没有Google Maps 你的旅行指南是一位名叫马可波罗的意大利商人 他花了24年的时间尤利亚州 并且在返回欧洲后口述了他的经历 这些记录后来被整理成马可波罗游记 现在 让我们来看看这本古代的TripAdvisor上 都有哪些精彩内容 一出发前的准备 在你的行囊中 除了必须的旅行物品外 别忘了带上一些交易用的货物 在马可波罗的时代 这可能意味着宝石 丝绸或香料 当然 如果你是时空旅行者 一个充满电的智能手机和太阳能充电器可能会更有用 但记得 没有信号塔 所以 不要指望能打电话回家 二丝绸之路的风景 马可波罗描述了从中亚的广阔草原到中国的繁华都市 这些地方充满了奇异的动植物和多样的文化 他甚至提到了一些奇特的生物 比如他所谓的独角兽 可能是纸犀牛 所以 当你在旅行中遇到任何不寻常的生物时 记得保持冷静 并且尽量不要像遇到外星人一样尖叫 三当地的美食 马可波罗提到了许多当地的美食 从中亚的烤肉到中国的面食 不过 他没有提到任何关于披萨的事情 这可能是因为他是威尼斯人 而不是纳布勒斯人 所以 如果你在丝绸之路上找不到披萨 不要太失望 四域建当地人 马可波罗在他的旅行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 包括商人 统治者和普通百姓 他甚至在元朝的宫廷中获得了高位 所以 当你在旅行中遇到当地人时 不妨展现你的魅力 说不定你也能成为下一个宫廷官员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工业革命 蒸汽机让马失业 好的 让我们来谈谈 那个让马匹们纷纷走向失业办公室的时代 工业革命 想象一下 18世纪的欧洲 马匹是那个时代的四轮驱动 SUV 无论是拖拉离具 运送货物 还是作为高贵的交通工具 马儿们都是当时交通运输的主角 然而 这一切在詹姆斯 瓦特改良蒸汽机之后 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蒸汽机的出现就像是一场技术界的奥斯卡颁奖典礼 马匹们一夜之间从明星变成了配角 蒸汽机的力量强大到可以驱动工厂里的机器 让访制品的生产效率大大提升 这让那些还在用脚踏车速度织布的人们感到既惊讶又羡慕 不仅如此 蒸汽机还能拉动火车和船只 这让马匹们的运输工作变得小屋现大屋 火车可以在短时间内运送大量的人和货物 而且不会因为天气炎热而中暑 或是因为冬天太冷而需要穿上马衣 马匹们开始担心 这个新来的机械怪物是否会夺走他们的饭碗 当然 这场革命不仅仅让马匹失业 它还改变了整个社会的面貌 工业革命带来了大量的工厂 城市开始膨胀 人们从农村涌向城市寻找工作 这个过程中 有人发了财 有人过上了更好的生活 但也有人被迫在恶劣的条件下工作 生活条件堪忧 总之 工业革命就像是一场大型的职业 重新分配派对 每个人和马都需要找到自己在新时代的位置 而蒸汽机 这位不知疲倦的工作狂 无疑成为了这场派对上最耀眼的明星 至于马匹们 他们或许失去了工作 但也获得了更多的休息时间 毕竟不用再整天拉车跑来跑去了 这或许也算是一种奇妙的福利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互联网诞生 猫图统治世界 当然 亲爱的网友们 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的隧道 回到那个无线电波 比猫猫还要稀少的年代 在这个故事中 我们将探索一个伟大的科技革命 互联网的诞生 以及它如何无意中 促成了一个全新的文化现象 猫图的全球统治 在二十世纪的后半叶 一群天才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 在冷战的压力下 创造了一个分布式的通信网络 这就是后来的互联网 这个网络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在核战争中 保持军事通信的稳定 但谁也没有预料到 它最终会成为传播猫咪照片和视频的最大平台 随着互联网的商业化和普及 人们开始在线分享它们的生活点滴 而在这些分享中 有一种特别的内容 迅速攀升至网络红人的宝座 那就是猫图 这些毛茸茸的小生物 以其无可抗拒的魅力和搞笑的姿态 征服了人类的心 从而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猫图统治世界 猫图的流行不仅仅是因为猫咪 天生就是摄影师的宠儿 还因为它们在网络文化中 扮演了一个独特的角色 猫图成为了人们在紧张忙碌的生活中 寻找慰藉和欢笑的途径 无论是萌萌的小猫咪 还是慵懒的大猫 它们的每一个动作和表情都能引发共鸣 甚至成为了网络迷音和流行语的源泉 从早期的I can't ask cheeseburger 网站到无数的Instagram猫心 猫图的流行也反映了互联网文化的一个特点 快速多变且充满趣味 猫图的普及甚至促进了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展 因为人们总是渴望分享和观看这些可爱生物的最新趋势 总之 互联网的诞生不仅改变了我们的沟通方式 也无意中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文化现象 猫图的统治 这些猫咪不仅仅是网络上的明星 它们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欢乐源泉 提醒我们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 也要保持幽默感和轻松的态度 所以下次当你在网上看到一张可爱的猫图时 不妨感谢呢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疯狂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因为他们的努力和奇特的爱好 让我们每天都能享受到猫图的乐趣 最后 我想问问各位观众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是不是也爱看猫图 或者你有其他对于丝绸之路和工业革命的看法 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和讨论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